农业部农粮署南区分署辅导 有限责任台湾黄金桥麦生产合作社 和中华一市科技大学参与管理系 产官学合作于5月8日共同举办 2024桥麦创意烘焙竞赛冠军名单揭响 总奖金高达12万元 农业部农粮署南区分署长表示 这次的活动是农粮署南区分署辅导 这一个黄金桥麦的办了一个就是桥麦的竞赛 那最主要我们都知道台湾的桥麦 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杂粮作物 那我们以前所有的杂粮大概都是 从国外进口的占很大的比例 就除了桥麦 在这六七年的努力之下 台湾的桥麦的进口量逐年的减少 反而我们的国产的桥麦逐年增加 举今年来说的话 有将近两千公顿的国产桥麦 在台湾进口只有五百公顿 这是一个非常特别 那它的成长就可以看到说 它的整个消费者可以接受 所以我们才办了这个桥麦的竞赛 那最主要让我们更年轻的小朋友 更年轻的大学生 更年轻的消费者 能够接受桥麦这个新的产品 那市场打开之后 就可以解决了我们很多的问题 例如说它的进口替代 就是把所有的稻米 如果过剩的话就可以来种桥麦 这是我们农粮署南区分署 还有农粮署农业部 共同努力的方向 那减少食物的里程 减少更少的这个 从国外进口的节能省探 这都是我们的目标 那相信今天的竞赛的优胜的同学 他也会从这个比赛之中获得荣誉感 那将来花光花热在我们的产业上能够做一个领头羊 谢谢大家 台南市政府农业局李建宇表示 我想我们今天大家都很高兴 来到中华一世科技大学 我们有在在地的黄金桥麦生产合作社 叫中华一世科技大学 老师叫学生大家共同来合作 我想台南是全台湾 製成桥麦最后的三地资源 桥麦有这个用水 生还要用胃 最重要是要全油 大家吃得安心 这些好的东西 我们希望我们的农民多多来做这些东西 今天家博主席很不简单 叫中华一世科技大学 我们这个合成 叫老师大家来合作 开发了十二道料理 像我专手旁的这个天使蛋糕 你从来就不会想到说 像草莓来做我们的蛋糕 那今天有十几样的申品 开发出来之后 我想这个可以提供到我们小的国家 大家就要去买的梅子 国家进口的梅子来做一些相关的製品 让我们的国人和农民 大家要做健康的浅药 帮助我们的土地 让我们的农家永续经营 我想这是我们全国同胞 大家想要看得到的事情 今天也访问到三位同学 分别桥麦蛋黄酥作者 杨承彦 桥麦酥及桥麦杏仁饼作者 正中完 桥麦天使蛋糕作者 陈冠毅一同来看 我们在蛋黄酥的基本制造上面 使用了那个添加的桥麦碎粒 然后下去搅拌均匀 然后我们比较不一样的是 我们一般上面正常来说是点芝麻粒 然后我们改成桥麦碎粒 让它烤起来之后 吃起来会有一种桥麦的香味 这个我们当初会想要做这个 是因为想说用桥麦粉 代替这个面粉做蛋糕 因为这个口感上会比较松软 做桥麦的会 口感上会比较有层次感这样子 我们就使用桥麦来代替一些面粉制作 这个手工饼干 我是采用鲜奶 这是台湾的那个奶油下去制作 无盐奶油 然后里面的原料是面粉 糖 然后 盐 然后杏仁饺 然后还有我们这次活动主要的是 荞麦粉 使用荞麦粉跟荞麦翠莉 下去制作的手工饼干 这一款是荞麦杏仁饼干 这一款是台湾就是独有的 就是台湾传统的陶酥 我们使用陶酥的做法下去 更换它的配方 我们使用竹油 糖 还有 蕎麦粉 蕎麦翠莉 还有一些 配方 我们下去制作的 本次竞赛活动挑选12款蕎麦点心 有 蕎麦天使蛋糕 蕎麦欧式乳酪面包 蕎麦蛋黄酥 蕎麦咸蛋黄司康 蕎麦小泡芙 蕎麦坚果米香 葱香蕎麦面包 蕎麦红茶杯子蛋糕 香蕉蕎麦蛋糕 蕎麦松饼 蕎麦吐司及蕎麦凤梨酥 本8日评选出冠军奖金3万元 由中华伊士科技大学的郑仲伟 薛承嫩 陈冠毅 王庆志 郑洪祥 吴松俊夺得 蕎麦天使蛋糕 使用台湾黄金蕎麦来制作 让天使蛋糕跟以往口感不同 每一口都可以感受到蕎麦的香气 并且淋上了特制柠檬糖霜 让它跟蕎麦相辅相成 诚实产品更加完美 大军由蕎麦凤梨酥获得 奖金2万元 季军是蕎麦坚果米香 奖金1万元 最佳人气奖 由蔡宜勋 由雷雅 吴思薇 王宇柔 陈百艳以蕎麦小泡芙夺得 也获得奖金1万元 本研究为了老年人或小朋友 都尽量能接受的角度 选择改良小泡芙 因为不管是男女老少面对小泡芙 还算是大众都能接受的口味 想法是减糖吃得健康 减肥的人也都能去尝试 我们所改良的蕎麦小泡芙 本次竞赛主要在引导七年学子 对国产杂粮 蕎麦原料的认识 善用在地食材 极由学生创意无限 挑拖既有传统烘焙框架 为烘焙点心 开创崭新的样貌 为了让国人也有机会品尝本次 2024蕎麦创意烘焙竞赛得奖作品 将由历临现场之台南市 高炳商业同业工会 卢李全理事长和有限责任 台湾黄金蕎麦 生产合作社林家宝理事主席 携手积极推广 把青年学子的创意导入业者通路 也让全球消费者未来有机会 品尝到烘焙新秀们 用心研发的蕎麦创意点信 敬请期待 以上是大北门新闻网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